在学习整处时,咱学了七九法和乱切法,它们可以用来判断一个数能否被九整处,而这两个方法也都可以直接拿来计算除以九的余数。 首先看七九法,七九法的核心是七九,就是把何位九的数扔掉,例如这个七位数,一加八等于九,滑掉,四加五等于九,滑掉,六加三等于九,也滑掉,这时还剩下五,说明这个数除以九于五。 当一个数的位数比较多时,七九法比直接算数字和简单,但数字特别多的时候,还得看乱切法,乱切就是随意的切,然后看切出的数的和除以九的余数。 虽然叫乱切,但在切的时候,一般要按照数字规律来切,例如计算这个数除以九的余数,因为它是把一到一百这一百个自然数写在一起得出的,按规律可以切成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一直到一百,切完以后相加。 一加二加三,一直加到一百等于五千零五十,而五零五零的数字盒是十,除以九于一,说明元数除以九也于一。 这两种方法在计算除以九的余数时,比直接算数字盒简单,在解题时一定要注意使用。 除了这些,在整出中我们还学过一些能被七和十三整出的特殊数,比如ABCABC。 于是在计算除以七和十三的余数时,如果看到这样的数,可以直接刨掉。 例如这个很长的数,从左边看,它里面有好多159。 数一下,一共有1,2,3,4,共4个。 由于159,159是七和十三的倍数,所以可以把它刨掉。 先把这个去掉,再把这个也去掉,最后剩15。 于是元数除以七和十三的余数和15相同。 由于15除以七于一,除以十三于二,这样我们就算出了元数除以七和十三的余数。 除了ABCABC,还有两类特殊数也是七和十三的倍数,分别是ABABAB和ABCD、ABCD、ABCD。 前者是把一个两位数写三遍,后者是把一个四位数写三遍。 所以如果在计算余数时见到它们,就直接跑掉吧。 例如这个数,它有602位,要计算它除以七的余数,就可以把一堆7979给刨掉。 由于ABABAB是七的倍数,所以797979也是七的倍数,于是一次可以刨掉三个79。 这个数里一共有300个79,正好可以都刨掉。 刨掉以后还剩12,它除以七与五,说明元数除以七也余五。 好了,这次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今天我们一共学了三个技巧。 前两个都是用来计算除以九的余数。 第一个是弃九法,把一个数中何为九的数字去掉。 第二个是乱切法,先切再加,可以简化运算。 最后一个用来计算除以七和十三的余数。 如果在计算中碰到ABABAB、ABCABC,或者ABCD、ABCD、ABCD这样的特殊数, 就直接跑掉,然后再计算余下的数的余数。 在这些平台中的课题里面是有这样的瓶头。 又是你一个 Stock总体稿接下来的数字, 在银子中,这个数字, 中文字面是下方。 是个理由的第一次。 感谢观看